日前先夜在花蓮縣吉安鄉也發生了一起車禍意外 那麼當時一輛白色轎車通過海岸路口車 周到一輛黑色轎車從側面高速撞上 由於衝擊力道太大 就導致白色轎車直接噴過人行道 撞破了路旁店家水泥牆 直接衝進店裡 幸好兩車駕駛都只有受到差錯傷 沒有生命危險 三更半夜兩輛轎車通過路口 駕駛人都沒減速 當場就撞成一團 白色轎車二十五歲的莊姓女駕駛 站在現場用手機記錄 因為愛車噴過人行道 還撞破路旁店家水泥牆 直接衝進店裡 造勢現場一片狼藉 被撞破牆壁的店家 不少廚房器具都被撞爛 幸好造勢的一男一女 兩名駕駛都只受到輕傷 花蓮縣吉安鄉十五號深夜 在南海五街海岸路口 發生兩輛轎車交通事故 兩車在該路口發生碰撞 那之後分別又波及到路邊的兩部自小客車 以及一處民宅 造成潘姓男子以及裝姓女子 身體多處差錯傷 受傷的兩名駕駛確定都沒有酒駕 送醫之後沒有大礙 被撞的店家很無奈的表示 破損的廚房跟牆壁 修復至少要一個星期 至於造勢原因及責任歸屬 警方還要後續調查釐清 記者許利勤 花蓮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 現在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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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